为了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 缘起无自信的道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辆赛车 这辆汽车呢 我们刚才在上一讲当中 可以把它拆成一万多个零件 然后呢铺在这 那我们发现原来这个汽车是不存在的 那实际上无自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认为它是一个汽车 但我们现在看 其实就这么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机器人了 实际上呢我们把这种玩具呢 称它为叫变形金刚 那么实际上它有三个名字 一个是汽车 一个是机器人 一个是变形金刚 那么我们现在问题是 它到底是机器人 还是汽车 还是变形金刚 那如果我们讲的是变形金刚的话 其实是不对的 你说它是机器人呢 也不对 你说它是汽车 它也是不对 那么实际上呢 它的本质上就是一对零件而已 但是我们找不到它真正的 大家公认的这个自信 这个就是缘起无自信的道理 它有很多很多这个零件组成 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缘起无自信呢 就是推而广之 这个宇宙万物所有的事物 它都是这样 由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组合而成 那么它组合成这样 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作用 但如果说它组合的不好的话 它就不能开 它按照一定的因缘 一定的条件组合 它就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这种分析的方法是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一直讲到这几讲的时候 都是用主观在分析客观 就是我在分析汽车 我在分析原珠笔 我在分析人 我在分析建筑啊等等 我们发现都是缘起各种条件组合的 那么这个呢 只是我们为了深入理解缘起无自信的第一步 但是呢 我们真正的要去理解的话是 主观和客观同时研究 现在的分析是主观研究客观 就是我站在主观的角度 去研究这个客观的汽车和变形金刚 那么我们在下一步慢慢去理解 就是我作为一个主观 去研究客观 主观和客观同时的去分析它 这样的一个缘起 我们在下一步 我们在后边呢 再深入的去理解 我们在这边